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我们舌头钉在地上 我们就这样 双手反绑半跪着 鬼差拿了刀片 看了我的罪孽记录 说扣除我在阳间的善恶口夜 还需要割386刀 一天12刀 说完就一刀一刀的 割在我的舌头上 一刀刀的裂痕 鲜血直流 疼得我叫苦连天 双手不能挣脱铁链 苦啊 难醉灵弼 我是马来西亚X县 38岁车祸意外死亡后 被鬼差锁上铁链 带去奋齿地狱 惩戒我在阳世邪影 过后拉来这个地狱 惩戒我在阳世爱说黄色笑话 极大恶口骂人 我们乡里都是这样骂来骂去的 我哪知道 这种是口夜会下来惩戒的 我要割一年才可以出去 我不知道一天被割几刀 我已经疼得 无法去计算 希望早出地狱 不要再受苦了 这里没有时间 我也不知道时日 鬼差惩戒完后 就让我们双手反绑跪在地上 一段时间后 又会过来宣读 我的口夜记录 再拿刀割 好痛苦啊 跋舌地狱 南醉灵C 我来自美国S市 我是一个送货员 负责从农场运输新鲜肉类 去各大超市 及早市供应商 78岁中风后 贪傻在床半年就过世了 受终后经过圣殿神父宣读罪状 间接杀业 运输活杀肉类 在杨士德偏贪病 各类口夜1789次 邪淫356次 刑罚 跋舌地狱 口夜三年 奋持地狱 邪淫一年 我听完审判后 不服气 大声辱骂神父判官 被旁边的黑鬼打个半死 再拿仪器 罩在脑门 播放我所有的罪孽 我看完后 无法辩解 被执法警官锁上 铁链带去奋持地狱承接 奋持出来 转送这里受罚 我一米八的大男儿 毫无尊严 赤身裸体跪在这里 每天看到银色的小刀 就浑身发抖 随意辱骂人 是口夜之暴啊 是死掉 过后累计计算的 老天 我怎么知道 女罪灵地 我来自中国 我丈夫在邻里相间 算是一个恶人 大家都害怕她 我被丈夫习气感染 也是恶习深重 不管是在生意上 还是和人的交际来往 我都善于伪装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熟悉我的人 暗地里知道我的厉害 都不敢得罪我 真的是人造孽 天在看 车祸死掉过后 就被带下来跋舌地狱 阎王爷说我为人毫无正气 暗地里陷害别人造口业 诽谤大战人 导致整个地区的人物解踏 地府最讨厌这种人 我的口业记录是 大恶口7832次 每天割一百刀 惩戒时间是五年 无止境的苦啊 对于人间行善的大好人 不要去造口业啊 会有报应的 听审结束后 弟子魂体被送返阳间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200619 答 大家知道了吧 不要骂人 不要搬弄是非 你们看 每一次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已经和你们讲过了 不要不相信 下了地狱就是噩梦 醒不过来的感觉 做噩梦害怕吗 真的不要去骂人 不要讲别人坏话 那些高僧大德修 到后来几乎不讲话的 开口就是业 一讲话就有问题 造业很可怕的 千万不要乱讲话